各位好,今天申请入学的一阶筛选结果公告了 你通过几个校序呢? 申请入学每位考生最多可以报名6个系组 今年全国每位考生平均申请了5.71个校序 比去年平均5.59个稍微提升一些 通过筛选的比例达到83.12% 是从1050年度以来的新高 通过了一阶还有二阶 到底二阶有多少胜算 这一期我来告诉各位 如何用今年跟去年的资料来做推估 并且我要告诉你 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假设某位考生他叫小明 他一阶通过校系 有一手大学资讯工程系的资讯工程组 我们从110年申请入学的校系分泽可以查到 一大之工他在110年的时候 他要招收87位学生 预计真试人数是261人 那我们如果再从110年的各校系分发标准一阶表里面 我们也可以查到这个系他当年的最低录取标准 是被取到72名 所谓的被72就是代表排名在被72之前的考生 他不只正取或被取了一大之工 他还有录取了其他校系 在最后分发的结果他到别的校系去了 然后就一路递捕到被72 因此假设当年没有超额筛选的情况 一大之工在110年通过一阶筛选的考生 他们最后录取的几率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计算 就是正取87加上被72 加起来的总和除以预计真试人数261 大概是等于60%左右 好这个是我们用这样子一个粗略的一个计算 大概推估说 以110年来说的话 一大之工他在最后二阶结束之后 他的录取率大概是多高 那今年一大之工跟去年不一样了 他分成资讯工程组还有资讯应用组 资讯工程组他要收64名 那资讯应用组要收30名 那他们预计真实人数分别是192跟9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考生他的胜算大概是多少 因为他今年分成两组 没有去年的数字来做完全的对照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去年 推估的一个录取几率 来做一个约略的推估 那因为考生小名通过的是资讯工程组 我们就大胆的推估一下 鼓励小名他应该要在二阶表现的时候 力争前115名 那怎么算 就是他预计真实人数192乘060% 大概就是等115名 我认为这样子他的胜算会比较稳定 其实当然如果能够前100名 那应该就是比较当一点 那我必须要强调 这样子的一个几率推估 不是很准确 原因是什么 除了去年跟今年 他的分组不一样 那今年跟去年的考生也不一样 我们其实很难假设 他们的选择意向会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只是约略 掐个数字 从历年的资料来看 大致上能够进入到二阶 最后的录取几率 其实都不会算太低 像我们刚刚看到一大之工 他最后的录取率大概是有60% 也就是说你一接筛选通过了 基本上你被录取的几率并不会很低 那虽然说不低也不是百分百 也就是他也会有很多人会落榜 那简单来说就是人人有机会 但是个个没把握 我们了解这个几率 你只是要安慰考生跟家长的好奇心 也不要让考生压力太大 但是该如何再继续往前走 这个我认为才是考生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这里建议考生 第一个呢 接受你今天公告通过筛选校系的一个事实 不要再去懊悔那些说 我的梦幻校系没有上 或者说我自己委屈了 我高分低就 那些懊悔梦幻校系没通过的同学 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懊悔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通过筛选 就代表你的学测分数 没有达到他的最低标准 就算你勉强够上了 你也不用太高兴 虽然说在二阶面试的时候 依教育部的规定 会避免评审教授依照学测成绩来排序 所以教授他在二阶的时候 是不能够看到考生的学测成绩的 但是毕竟这个学测 在征选总成绩的计算里面 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可能是20%或者是30% 所以学测高低呢 还是会影响最终的录取结果 那些低空筛过的呢 除非在二阶表现很优异 否则风险也是很高的 同样的道理 自认为高分低就有学生 你的积分或许比通过的筛选标准来得高 但是筛选标准呢 基本上是一个最低的一个积分 理论上你的积分 如果比这个标准高出多一些 就等于帮你在征选总成绩的时候 多拉开一些分数 所以这个也不是坏事 因为我们只能够看到通过的最低分 我看不到其他通过的人的分数 搞不好其他同学的分数也不低啊 考生呢 可以从今年各校系的最低筛选标准一栏表 了解你跟最低筛选标准到底是差了多少 以上啊我所谈的这些呢都是属于心理建设层面 结论就是要告诉各位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懊悔或者是不甘愿了 接下来呢你在实务上要做的努力是专注在二阶的战场 包含了审查资料的准备跟面试或者是鄙视的准备 你的时间所剩不多 相关的准备建议啊 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有提过 各位有空可以上去看看 比方说各校系公布的书面审查资料准备之一 你是不是已经详细阅读过了 你的学习历程次数多元表现重诊心得 你的撰写进度到哪里了 今天是3月31 距离5月5号开放上传资料 剩下大概只有一个月 建立各位要把握这个黄金时间呢 早一点写好初稿 你可以反复的来精修 并且呢你可以及早来搭配这个口试的练习 你所写的东西呢 很可能就是教授问的来源 所以我之前谈过 写的东西呢跟说的东西 你要扣合在一起 当然也有同学六个资源都没过 我可以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是错重复杂 一个都没过的情况呢 有的是他填资源的战略错误 没有根据历年数据做一些的科学推幅 六个资源都填得太梦幻了 那也有一些学生呢 他是抱着 我非得这个水平以上的消息 或者我不愿意就读 也就是打定了决心 没过就拼分科考 那不论你是哪一种 接下来就是面对分科测验了 记住全力以赴就是王道 祝福你们把失去的在考试打回来 好那这一期呢 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conversation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